阿諾哈的小學咪咪 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那最近的話 基本上今天是2月22號的話 大家基本上已經開學了好不好 那就祝福大家開學快樂好不好 你們開學會快樂嗎 我也不知道欸 因為我以前開學的話 去跟班上聊同學聊天的話是蠻開心的啦 但是如果要碰到一些 草事啊或是上課一些問題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一點點啦 但是去學校跟同學一起玩 是還真的是蠻愉快的好不好 就祝福大家上課順利啦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打一下沉睡森林的故事 因為我們昨天在邪惡的美魔女城邦裡面 是被我們那個 噴噴老師啊 異心的噴噴老師的小破洞給他弄慘了好不好 那裡面比較麻煩就是會有那個 紅色山豬 那異心的噴噴的話 我們之前都是用我們就是那個 漂亮貓的暫停法來打他嘛 但是現在有那個古代狗炮 那當然就會比較 稍微尷尬一點點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大概看一下該怎麼辦 之前的話是戴上了 欸 上次沒有哪一隊啊 用這一套對啊 因為我們之前是用那個 貓半拳派派兩下把那個打死嘛對不對 然後 古代犀牛這邊是用我們的雙人組 那冰尖女王貓這邊的話呢 感覺應該也是蠻沒有問題的 所以應該就是我們的這個 小地帳吧 小地帳換下來然後要換成那個 換誰啊 換初音好了啊去 躺一下那個坡洞嘛對不對 雖然就是被古代的狗炮動到的話 我們任何的一些效果都沒有用 但是至少還是有一點點小機會可以就是把他克制住 因為昨天剛好就是那個坡洞直接把我們給害慘了好不好 是真的直接害慘了 我真的不是在那邊跟他開玩笑 好沒問題 那我們就把這個 初音帶上場好不好 波洞的小魔女 好前面魔女的城堡看一下裡面哦 基本上一開始就是先用我們的那個 角色先把我們那個古代犀牛給他 偷在那邊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因為他只要用我們的二人組跟我們那個現代貓 就可以把他給控到控制在那邊了 那控制住在那邊的話 基本上他也不會再出其他一些角色 所以就還好 那抓來做比較麻煩就是再來第二隻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的山豬啦 那山豬交給我們的貓半拳拍拍就ok了哦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第三隻的那個 異星的那個老師噴噴 哎那個異星噴噴老師看要怎麼辦 哎就會比較 把他用掉之後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了 來看一下哈 這邊的這個 放射線真的是挺麻煩的哦 麻煩的放射線 然後蘋果貓也可以先出一點點來疊一下了 然後就繼續把我們那個 那個盾牌哦 給他疊起來 然後讓錢包 慢慢的伸出 哎等下等下等下 好像不太行哦 好像還是得出三隻哦 他慢慢的一直再往前進哦 看來也沒有 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哦 還是得用二人組先跟他扛了啦 他哥哥怎麼好像比昨天還要強啊 對啊 還是因為我們昨天是有帶上MAX 我們昨天應該也沒有帶上MAX吧 他哥哥怎麼變這麼厲害 我們昨天不是有效的克制住他了嗎 怎麼這一次沒辦法 好啦開個MAX好了 開個MAX比較保險一點點 雖然這個關卡我覺得難度還不到一定要開MAX啦 但是就想說已經打過了 我們就給他加快一點點哦 來來來來來 然後待會的話就是各種都出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現代貓我們的強貓那些都要出 等他走過來一點點 好 加速都在這邊停止 然後繼續出 我們大概把所有東西都疊一遍吧 所有東西都給你疊起來好不好 看看你在囂張啊 你在囂張 我覺得剛剛應該就是 純粹是因為我剛剛前面的話有點想要減量啊 所以我把我的那個坦克貓貓那些的話有些就是 沒有出那麼快 所以導致於就是我們前面的那個 坦不住了 所以就會變成剛剛那樣的局面哦 所以我們還是 也要放真實力啊 下去才可以啊 來然後下一隻是我們的那個 是我們的山豬嘛 對不對 山豬的話這邊就是 反正等這隻打死之後我們就很多錢了 一定可以叫出貓半全派派好不好 好不好 把這些犀牛打死就會一大堆錢了 貓半全派派就鐵定可以出來 我怎麼感覺他真的是在慢慢的在 在在往前進 哦 死了 死了之後貓半全 來來來來 拍拍 GOGOGO 捶爆他 一捶定音 捶了一下好不好 捶了一下 然後準備要捶第二下了各位 記得一下沒KB 有KB了KB了 這關其實應該不會很難的說好不好 應該是OK的才對 沒有這麼的難 沒有這麼的難 蘋果貓加油 拍拍在一起 好 死了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 坡洞的哦 要小心哦 他會打出坡洞欸 我都忘記他會打坡洞了 這個 壞壞人好不好 壞壞的噴噴老師 有夠壞 居然還給我打坡洞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有那個 有初音出來了哦 所以交給初音的話 就不用擔心他的坡洞了 加油加油 然後飄草貓繼續往前進 其實這個狗炮啊 他其實 他有一進的時間啦 所以他也不會完完全全 因為就是一直讓你的整體的效果無效 所以你還是有一小段時間是有機會可以 佔贏到我們這個異星的噴噴老師的哦 其實昨天技能上剛好那那個暫停啊 直接就是 小坡洞直接把我們這邊的所有角色都給他轟爛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了 不過這一次帶上了我們的中金初音 好不好 直接順利的把他給帶走 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啊怎麼這個 這塔沒有血量欸 欸 這塔沒有血量欸 我剛才發現欸 嘿 怪怪的 怎麼這塔沒有血量 好 再來下一關是我們這個玻璃襪哦 裡面有1234566個問號 那一樣用我們這套隊伍來試試看 這個玻璃襪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剛才塔好像沒有血量欸 太酷了吧 好 這就有了 然後又是狗炮 欸 這個真是 滿滿的那個欸 滿滿的狗炮大聯盟欸 這一次的真傳奇關卡 滿滿都是狗炮欸 從我們前幾天開始玩這個 這一個那個童話世界 有沒有 滿滿的就是一直都來這個狗炮欸 所以之後又會 因為很多恐怖的東西出現是不是 目前看起來好像全部都是那個 異星敵人喔 異星熊熊 異星海蝶喔 有點像是在打我們月球的感覺了有沒有 月球登場 那這邊的話我們帶美女神 沒帶沒關係 這邊如果打不贏的話 我們就出去換那個 可愛就是正義好不好 那個傳說稀有的那個 小精靈 目前感覺起來好像還好喔 應該是可以出劍殺喔 可是他後面會有那個什麼 他後面會有那個就是 狗炮好不好 狗炮 果然才是最麻煩的 狗炮才是最麻煩的 拍拍拍拍 先出來揍一下 我相信拍拍的威力啊好不好 他不是只能打紅色敵人而已 哇 狗炮來了 看 白癡 喔 花園慢啦 喔靠 白癡被擺了一道 花園慢把我們傳送過去 哇 還有駝鳥 欸 這關是怎樣 這關也太麻煩了吧 花園慢剛才把我們傳過去 然後讓那狗炮發動了啦 我想說應該還不用這麼早 應該狗炮還不會過來 結果狗炮就出來了 好扯喔 完了x3 白癡喔 這是白癡欸 完蛋完蛋 花園慢在那邊搞事欸 啊 搞事宰欸 原本 原本好好的 就有人在那邊搞事 好 沒關係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那個 駝鳥的話應該用黑傑來打好不好 所以這個拍拍下場啦 然後黑傑出來 哇 嚇死我了 黑傑出來 然後 異星的話 小精靈 就交給他們了 而且他們不會被傳送走 應該是ok的 然後這個然後 紅色敵人這邊也是下來 然後小精靈部隊 小精靈部隊 看一下 這邊的話 波特 然後再帶上我們的那個美女神 欸 應該是ok的 美女神先上好了 他好像在比較 前面一點點 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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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特先 波特 然後 美女神 射爆異星敵人 交給他們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再帶一隻那個 再帶一隻傳說西遊小精靈 然後再把那個以防萬一的那個 以防萬一的那個 那個誰啊 想一下 以防萬一的誰 哦 章魚虎貓帶出來好不好 狗炮還想在那邊鬧 就有人在那邊搞事啊 花園慢 不要亂傳送好不好 傳到後面然後直接讓我們硬觸發那個狗炮 太好笑了好不好 好 沒問題 玻璃瓦這邊的話裡面還蠻多種類的喔 然後 那個鴕鳥出來的話就交給那個 黑傑來打好不好 黑傑 殺鴕鳥高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想一下該怎麼辦 前面的話呢 好像待會就會出來了 出來一大堆 所以我們得要先疊 得要先疊 得要先疊 然後先疊個那個 章魚狐貓來扛一下 這樣應該就好一點點了 然後待會就先用那個 美女神啊 在後面先射一下 那大家最近的話有問我說 美女神的巧克力版本 推不推薦 我覺得以美女神他的那個定位來說的話 他就是一隻超遠攻距離的角色嘛 那他如果抽巧克力版本是打不一樣的屬性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還算是 一億萬是不錯的輸出啊 因為他畢竟站的位置是還蠻遠的 其實有一些角色是弄不到他的這樣子喔 所以你多一點這樣的角色的話 其實打這個關卡應該一定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好 然後章魚狐貓一定要出 不然到時候出勢 我最近打海迪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個好不好 對對對 章魚狐貓 來了 章魚狐貓做勢了好不好 我當初打海迪就是用我們美女神打的好不好 所以美女神絕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然後待會的話那個 黑傑 黑傑要先打鴕鳥 哎哎哎 哎我們這個陣線 被搞爆了 被毀壞的很不成人形哎這個陣線 鴕鳥一定要先死 我求你了 先把鴕鳥燒爆 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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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花園曼搞屍鬼 哇靠 完了 花園曼搞屍鬼哎 完了完了完了 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 花園曼真的是搞屍鬼哎 哇這怎麼辦 鴕鳥我原本以為 敲給那個就可以了 看來沒辦法 哇這個陣型也是真的是 挺難纏的哎說真的 這該怎麼辦 我覺得可能要再多一隻咒勢來炸一下這個鴕鳥 不然這鴕鳥真的是太誇張了 不然就開MAX吧 我覺得要開MAX了 又要開MAX了各位 好不好 這鴕鳥 太誇張 100% 那個應該是花園曼的血量哦 然後開個MAX 體驗一下嘗試一下好不好 灌過去就可以了試試看 我就不信好不好 剛剛一定是沒有出到太多我們那個 小精靈系列才會讓他那麼囂張 我們這次直接supporter他們出來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來Porter 然後加速錢不要開 拜託給我更多的錢 小精靈小精靈小精靈 這裡幾隻都是不會被船送走的 還可以降攻擊 OP的不得了 其實我覺得應該一定要先把海蝶給解決會比較 ok一點點 不然海蝶真的是 太誇張了 快快去降海蝶攻擊 暫停住他們 向他們攻擊 他不會傳送走我們 沒問題 看 喔沒事沒事這兩隻還在 這兩隻好猛 別死就好了 這兩隻好猛哦 對不對再聽到海蝶了 水水水水水水 欸不是 不要一直傳走美女神喔 幹嘛啊 不要一直弄美女神 完蛋了 完蛋了 搞事宰 完蛋了 完蛋了 死定囉 你這很難搞哎我想一下啊 黑姐 黑姐交給你了全世界 最有希望的就是你 快讓小精靈把他擋一下 小精靈 加油不然你就是趕快把那個 把那個 死花園慢先打死拜託 喔水水水可以可以可以 來贏了贏了贏了 好扯哦 花園慢不要在那邊一直 亂玩好不好 很煩哎 先把鴕鳥給弄死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啊 鴕鳥的話基本上他一般幾人啊 所以你帶上一些能夠對一般幾人造成大傷害的角色應該都很好 好搞事宰 沒得搞事的就好好不好 目前來說這關比較麻煩就是那個鴕鳥跟那個搞事宰的配合 那既然搞事宰沒辦法配做什麼事情那就沒事 因為搞事宰把我們東西傳到後面去之後啊 他會觸發那個狗炮好不好 那狗炮就 就會直接 直接發射出來弄爆我們 好現在我們那個 我們的海底要沒辦法了 你看有沒有那狗炮在弄我們 所以章魚貓這關的話一定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記得這關 章魚貓一定要無時無刻意出 不然 這個狗炮 太誇張 我真的覺得最近真的是狗炮聯盟哎 到處都是狗炮是怎麼樣 一堆狗炮哎 是不是接下來的關卡每一關都一定要有狗炮了 呵呵呵 他已經覺得他們一般的那個不會動的那個炮塔太弱了這樣子 呵呵他們現在絕對絕對是非常非常需要一定每一關都要用狗炮出來這樣子 有點在玩未來戰的那種感覺 好沒有問題 還沒死哎 好硬喔 生命力好強喔 那這關基本上的話就是先把鴕鳥解決掉之後的話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鴕鳥要怎麼解決呢 如果你們沒有黑傑或是一些打黑色敵人 打一般敵人大傷害的話 我之前覺得那個貓俠應該還算是不錯了 但是貓俠感覺會被海蝶弄到喔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提供一下你們是用什麼 對我來打敗我們這個關卡的好不好 都可以分享一下給哲平知道 好 目前來說這層海蝶解決之後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這關玻璃話的話會有花圓曼跟我們的那個鴕鳥跟海蝶 我覺得稍微也是算比較棘手啊 但是也不到完全不能打的那個地步好不好 所以歡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們是用什麼隊伍打敗我們這個關卡的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覺得我們花圓曼真的很搞事的話呢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一些看法好不好 那我是許片 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